不过,小编觉得两把二力,谁都不及精致男孩,蒲养英,郭京飞强艳,这个面容煞白,阴柔诡异的黑化版细长眉,在一起红衣和精致装容的衬托下堪称倾国倾城,而为了更好地塑造这个纯反派,郭京飞简直把细节抠到了变态极致,最终郭京飞也用她那堪称毁容级的演技征服了所有观众,当然能把一个面摊演得如此鲜活,也跟郭京飞多年的话剧功底有关,而她最近演出的演技,不过小编觉得两把二力,谁都不及精 演的角色都挺带感的,二代妖精里的千年备胎,洪思聪不仅骚气十足,出场还四代BGM,夸张的眼线厚厚的银行装,羊毛本猫了,演技好,郭京飞还特别有趣,和雷佳音,李光杰组成了一个有毒的组合TF老boys,并且实力展现了什么是塑料花兄弟情,而且每每把雷佳音,李光杰怼到怀疑人生,他自称是这个组合的颜值担当,雷佳音说他是周年老大妈,他就回怼雷佳音是泼妇一针见血, 佳音黄袜子上了热松,他对死李佳音是千年憋惊